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课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第四部分 先来看一下生词 跟我读 首先 首先 正式 正式 留 留 其次 其次 诚实 诚实 好 第一个 首先 还有第四个 其次 它是我们的语言点 grammar point 我们一会儿再说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另外的三个词 正式 留 和诚实 好 第一个 正式 这件衣服 参加面试 很不正式 好 正式 adjective 那么它的negative 就是不正式 那么这件衣服 不正式 什么正式呢 后面 西服 看起来 很正式 好 这是 正式 那么 第二个句子 以前 我只是听说过 它的名字 以前我听过啊 我听说它的名字 今天 才正式 认识它 什么是正式 认识它 就是 以前 我是听说它 那么 现在呢 我知道啊 我认识你了 你也认识我了 我知道 你就是这个人 好 叫正式 认识它 可能是互相 介绍 是吧 好 这是 正式 下一个 留 我们以前学过这个留 留学生 是吧 那么这里边 只有一个字 留 它是一个动词 verb 好 我们可以说 留在哪儿 留在哪儿 那么看一下 第一个句子 下课以后 他留在教室学习 那么下课了 别的同学都走了 只有他在教室里边 没有走 那么这个叫留在教室 好 做什么呀 学习 第二个 毕业以后 他留在中国工作 是吧 留在哪儿 做什么 好 这是 留 下一个 诚实 adjective 所以我们可以说 诚实的什么 第一个 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好 那么 他总是说真话 真的话 他总是说真话 那么 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第二个 你这么说话 很不诚实 那么诚实 nective 就是不诚实 好 这一部分只有三个词 再读一下 首先 首先 正式 正式 不正式 留 留 留在教室学习 其次 其次 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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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诚实 诚实的人 好 那么 生词 我们就 讲完了 很容易 下边 看一下 第四部分 的语言点 首先 什么什么 其次 什么什么 好 看一下 第一个 不管 做什么 事情 首先 应该 明白 你为什么 要做 其次 要知道 怎么 做 好 首先 其次 放在一起 它就像 我们说的 第一 什么 什么 第二 什么 什么 但是呢 我要先 做A 再 做B 首先 A 其次B 就是 我要 先做A 然后 做B 那么 不管 做什么 事情 就是 做每一件事情 那么 第一 我要 先做 什么呀 要 先 明白 你 为什么 要做 先 知道 为什么 其次 就是 第二 然后 要知道 怎么做 好 先知道 做什么 再知道 怎么做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说 首先 什么什么 其次 什么什么 好 还有一个 sequence 在里面 第二个 看一下 首先 要穿 正式的衣服 正式的衣服 for example 刚才我们说的 西服 是吧 这会给 面试者 面试者 或者的 者 这个 者 是人的意思 就是 给面试 的人 留下一个 好的印象 好 这里边 有一个 small tip 留下 留下 印象 留下 印象 就是 leave an impression 留下 印象 好 这会给 面试者 留下一个 好的印象 后边 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 认真的人 好 那么 第一个 要做什么呀 穿正式的 衣服 那么 第二个呢 其次 应聘时 不要紧张 应聘的时候 don't be nervous 好 这是 首先什么 其次什么 第一 做什么 第二 做什么 先做什么 然后 做什么 好 sequence 那么 这是 一个 structure 那么 如果 我说 首先 没有其次 只有 首先 那么 它是一个 adverb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 不管以后 做什么工作 你首先 应该有一个 好身体 就是 你做 所有的工作 都要 先 有一个 好身体 对吧 那么 这里边 他说 首先 那么 后边是 verb 看见了吗 首先 plus verb 他就是说 第一 first of all 做什么 好 看下边一个 很多人遇到 不明白的地方 首先 想到的是 上网 查一查 查一查 记了吗 check search 那么 首先 大家不明白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是 上网 去search 对吧 好 这是 首先 plus verb 好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语言点 我们学了一个 首先什么 其次什么 就是 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第二个呢 是 只有 首先 那么 它是一个 adverb 我们要 plus verb 好 那么 下边 看一个 练习 好 就一把 好 就就 开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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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第一个 要想学好汉语 首先什么 然后其次应该常常复习 我可不可以说首先应该多说汉语 其次应该常常复习 可以吧 首先应该多说汉语 好 第二个呢 我不同意你这么做 首先你不了解他 其次里边他说他不同意他这样做 为什么 第一个是你不了解他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别的reasons 可不可以说 其次这么做也不好 可以吧 其次这么做也不好 第三个 每次游泳前 只有一个首先 那游泳以前我们要先做什么 可不可以说 先跑跑步啊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 首先 要跑跑步 可以吗 可以吗 每次游泳前 首先要跑跑步 好 这是我们的练习 好 语法就讲到这儿 下边 看一下第三课 课文部分 那么在讲课文以前 给大家做一道题 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pattern 这个是A B C D 有四句话 然后你们要把它们 rearrange 然后form a paragraph 好 给大家一些时间 做一下 这个是我们一个新的pattern 一定要做 啊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么 我把它变成 make a paragraph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 他们的 inside的 logical meaning 好 那么 我们看 A说 说话也不要太快 好 B说 面试的时候 首先要穿的 正是一些 C说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诚实 D说 其次 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要紧张 好 那么这几个 我们看一下 他们有没有 logical words 我们刚才学了一个 首先什么什么 其次什么什么 对吧 所以说我们知道 B 一定在前面 因为它有一个 首先 然后呢 其次 一定在首先的后边 B的后边 对吧 所以呢 B D 我们可以知道 那么还有两个 一个是 A 说话也不要太快 和 C 当然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诚实 那么A 它可以放在前面吗 A里边 看见有一个词 也 也 那我们有了 也 我们一定是前面 有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才可以说 也什么什么 所以A 一定不是 first sentence 一定不是 第一句话 那么B 是第一句 然后呢 是 其次 对吧 D 然后A 放在哪 我们看一下 D说 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要紧张 回答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回答问题 就是要怎么回答呀 是要说话 对吧 所以说 这个A 它是D 回答问题的一个 Explanation 所以 Other D 然后是 A 那么 Only one left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诚实 是 First sentence 还是 Last sentence 第一句 还是最有一句啊 最重要的是 什么什么 当然 我们看见有 当然 所以呢 我们不可能 In the beginning 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 当然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所以呢 它是放在后边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paragraph 面试的时候 首先 要穿得正式一些 然后是 其次 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要紧张 那么 Explanation 回答问题 怎么回答 说话 也不要太快 不要紧张 这是第一个 也不要太快 第二个 然后呢 它说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那我说了前面的 All the contents 然后我说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Mostly important 就是一定要诚实 所以这个是符合 follow我们的 logical meaning的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 new pattern 非常重要 important 它是我们 这个学习 this term 还有HSK 4 考试的一个pattern 所以同学 一定要好好练习 这样的pattern 好 现在我们来看课文 跟我读 面试的时候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还通知我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真没想到 找工作这么顺利 你想知道 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 首先 要穿正式的衣服 这会给面试者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次 应聘时不要紧张 回答问题时 说的不要太快 声音也不要太小 要相信自己 有能力做好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回答问题要诚实 好 我们看一下 课文4 面试的时候 还记得吗 面试 见面的考试 我们还学过 写的考试 用笔写的考试 叫笔试 说话的考试 叫口试 那么 面试的时候 经理 公司的经理 好 对谁印象不错 是吧 对我印象不错 preposition 对啊 印象不错 就是 他觉得我很好 还通知我 还 而且 通知谁 做什么 通知我 什么呀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这里边的就 他是说 明天 时间很短 很快 是吧 所以我们用就啊 通知我明天 就可以上班了 上班 opposite 是下班 好 下边 真没想到 没有想到 还记得吗 out of expression 好 那真的 没想到 什么呀 找工作 这么顺利 顺利 顺利啊 他是 smooth 那么找工作 这么顺利 smoothly啊 你想知道 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 注意啊 记得吗 attention啊 需要注意什么 好 那么第一个 首先 什么什么 然后下边 我们就要说 其次 什么什么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什么呀 要穿 正式的衣服 正式的衣服 记得吗 for example 西服啊 好 怎么样呢 穿正式的衣服 这 这就是 referes to 正式的衣服啊 会怎么样 给面试者 面试者 就是 面试 你的人啊 那么 会给他 留下 留下 记得吗 留下 leave啊 一个 好的印象 好印象啊 good impression 是吧 给面试者 留下一个 好的印象 给谁 留下 一个 印象啊 好 让他 觉得 让谁 做什么 让他 觉得 觉得什么 你是一个 认真的人 好 这是第一个 穿正式的衣服 说的 不要太快 好 verb plus 的 说的 怎么样呢 不要太快 说话的时候 不要太快了啊 好 那么声音怎么样 也 不要太小 你的声音 你的voice 不要太小 是吧 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就是 自信啊 有能力 做好 相信自己 有能力 做好 是吧 当然 后边 certainly 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 回答问题 要诚实 要说 真的事情 好 课文四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再读一遍 面试的时候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还通知我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真没想到 找工作这么顺利 你想知道 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 首先 要穿正式的衣服 这会给面试者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次 应聘时不要紧张 回答问题时 说的不要太快 声音也不要太小 要相信自己 有能力做好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回答问题 要诚实 看一个练习 我们一起看 面试的时候 经理对我什么不错 印象 还什么 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这里边 通知 好 真没想到 找工作这么 顺利 你想知道 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 什么 首先 要穿 正式的衣服 这会给面试者 什么下呀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好 然后呢 其次 应聘时 不要紧张 回答问题时 说的不要太快 要 相信自己 有能力做好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回答问题要 诚实 好 这是我们的课文四 同学们再见